Hello 大家好 我是馬友 看不看出我今天的妝容是在模仿誰呢? 給你一秒猜 嘿! 我今天這條影片是Inspired by Blackpink的Jenny 在《Quel This Love》裡面的MV是其中一個造型 除了Blackpink之外 我今天這條影片也是Inspired by Nicky Tutorials的影片 去創造我今天的Inspired Look 那如果你想知道我這個Look是怎樣創造出來的話 You know,就要首先Subscribe 然後繼續看下去 那今天會用到一個palette 在我的頻道出現過很多次 但我一直都沒有用過 因為它太漂亮 但我今天的Look很適合它 就是這個Blood Sugar Palette 那我這個palette已經買了大半年 但我一直都原封不動沒有用過它 但今天終於可以用這個palette 嘗試化這個Look 所以很興奮 那因為這個是一個Korean Kpop的一個Look 那所以我剛才已經把我的粉底化了 給我平時的Skin Tone淺了一度的顏色 一個粉底 那接著我們第一樣要做的就是我的眉毛 因為我眉毛是黑色的關係 今天就會用Shoo Murage的Brow Chrome 我之前在我的IG Stories第一次分享 把我的眉毛先染淺色 這支Brow Chrome它的頭就好像一條條梳一樣 因為Jenny的妝容要看上去 要啡色的Tone 不可以這麼深的眉毛 那不然眼睛就會很撞 所以一定要先按下自己的眉毛 它簡直是眉毛變色筆 我梳了一點點 你的眉毛已經變色了 看到那個分別嗎 我用了啡色Tone之後 我的臉的感覺 立刻會是Soft的感覺 這邊就會感覺上是有神一點 惡一點 這邊就會是Soft一點 舒服一點的感覺 眉毛的顏色 也很難判斷你的臉的感覺是怎樣的 好了化完之後 我們就開始重頭戲了 就是這個眼的部分 那因為Cutest Love這個妝容 我覺得真的很漂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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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知道我自己有沒有這個能力 所以我自己也嘗試一下 首先我會用我之前有說過 Jefree Star買得太白的concealer 會做一個眼淚的primer先 因為我想我的眼睛看上去 是白到沒得再白的 好像一塊畫布一樣 大家看到我的眼皮已經是很白的感覺 我會再上一點碎粉 就會用到Fenty Beauty的Lavender Powder 上一點碎粉在眼皮的位置 等我待會用眼霜的時候 可以容易滑一點的 那我首先就會用這個palette 這個顏色 會將這個顏色 apply在我眼尾的位置 這個位置 還有我會把這個紅色拉出去 拉下去 拉下去 然後我會再拿回多一點product 快點 只是眼頭的這個位置 一點點 一點點 中間要好像斷開了的感覺 好了 當我現在這個位置 畫對了之後 我就想顏色更加深色 所以我就會噴一些 Mac的setting sprayfix plus 在掃子上面 然後再點product 然後再上 那顏色就可以更加深了 那同樣地呢 我就會把同一個掃子 放一點點眼影 在一個下眼線 角這個位置 為了再dramatic一點的效果 我會把眼尾再拖出多一點點 然後我就會用一個blending brush 用這個sugar cane顏色 去blend開所有很硬的線 例如這些邊位 下面這些線 那看上去就好像 漸變地消失了 那條線可以 然後呢 就要把這個紅色 發一點點在眼頭前面的 這一節的這個位置 好了 發完這個位置之後呢 重要的時間來了 就是要上閃粉了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Lime Crime的 Starlight閃粉 上在這個位置 然後我就會用這個Ovra 就是之前的Qtutorial出的一個highlight 上眼的那個位置 看上去呢 那個濕透的感覺 可以更加重了 我就會用這個閃粉 去圍著我那條閃粉的邊 慢慢blend開出去 一點點而已 下面這個位置也是 用一點的highlight 在那個銀色邊的那個位置 擦開一點點出去 好了 接著我就會用Liquid Eyeliner 發一點點在眼尾的位置 眼尾 眼尾 拉長了眼線 平時去到這個步驟 大家就會黏這個假眼睫毛 但是呢 我是沒有試過 自己黏眼睫毛 所以呢 唯有嘗試一下 塗厚一點的Mascara 給大家看著的效果 如果大家在家製造這個look 的時候呢 可以黏上眼睫毛了 還有呢 我會建議 眼睫毛呢 只黏在銀色之後這個位置 這個紅色的area 因為呢 如果你黏整排眼睫毛的話 就好像會遮住了這個銀色的賣點 所以呢 我現在塗Mascara呢 都主要是塗在眼尾 這個位置 然後當然就是有下面的眼睫毛 好了 那我現在先化完另一隻眼 好了 我已經完成了我另一隻眼了 接著呢 就是blush了 那我平時呢 就會上了bronzer 才上brush的 但是呢 因為我這次的胭脂呢 我想的感覺呢 是 修得入一點的感覺 所以我選的胭脂呢 是完全不閃 而且呢 我會apply了胭脂才上bronzer 那胭脂呢 我就會用Carty Cosmetics的 這隻 Barely Legal的顏色 落得重手一點都無所謂 因為這個顏色呢 其實不是很角的 是很自然的 就是令到 我眼影和皮膚的顏色呢 不要太挑 那所以呢 我都會貼住這個位呢 貼近我眼影的這個位置呢 不斷掃上去的 但我胭脂放這麼高的位置的時候呢 我面的這個輪廓呢 都會同時間提升了 明明我說什麼 好啦 跟著呢 我就會上bronzer bronzer呢 我就會用我Too Faced的這個Sweet Heart Bronzer 我就會 圍著我剛才上了 胭脂的位置呢 然後掃上去 這樣呢 就可以蓋上我胭脂的那隻粉紅色 就好像有個很輕輕的粉紅色 Undertone的感覺 好啦 跟著呢 就是重頭戲了 就要上個highlight了 那很多時候呢 K-pop妝呢 給人的感覺呢 是有一種很亮的感覺 那以前呢 可能是說來自星星的利的那個年代呢 全自然那些很亮的 很dewy的妝 其實它很有水感啦 但是呢 近這一兩年的K-pop妝呢 它們的表面的質感呢 是很mat 但mat得來呢 又有很高中水的感覺 究竟是怎樣做的呢 那我現在教大家 那主要的要缺呢 就是要用highlight 將highlight apply在一些 平時不會想highlight的地方 我現在示範給大家看一下 平時呢 我們想highlight呢 會只想在這些地方 對嗎 對 但是呢 我會將這個highlight呢 拖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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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拖到這個cheak的位置呢 那你就會有那種 好像濕潤了的感覺 的 的效果 大家明明我說的嗎 對了 還有呢 可以上少少少highlight 在額頭的這些位置 當你上了這些位置的時候呢 就有一種 很dewy的感覺 但呢 又有一種很mat的finishing 那這個是我很喜歡的 一個新的trick來的 來 不要漏了 當你上了那麼多highlight的時候呢 可以再上多些bronzer 在鼻的中間這些位置 那就可以有一種呢 你濕得來有一種mat的finishing的感覺 最後最後 就當然是那個唇 那今天的唇呢 就會用到我很喜歡的這一支 H&M Glossy Lip Cream 主要呢 都是想有一個比較nude的finishing的唇 完成 完成了 這個就是我Kill This Love Inspire的妝了 那呢 我覺得過環 如果是女生的話呢 不妨可以絲花一層非常強烈的半折眼睫毛 在後半角 還有這個look 大家可以化完這個妝之後 去跳舞 去跳Cill This Love 那就更加有感覺了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這一類型的tutorial 都是我第一次在channel上做 但是呢 我覺得很好玩 可以create一些很美 很inspiring的makeup look 可以create一個自己的version 馬油版 如果你們想我拍更多這些inspired的makeup tutorial 的話呢 你們不妨留言告訴我 有些什麼人我好去參考一下 那還有呢 如果你喜歡這條片呢 記得要按like 還有記得要subscribe的channel 還有開那個鈴鐺 同時間記得去follow我的instagram 好啦 我們下條片見啦 拜拜 完成啦 可以讓我參考一下 不 如果你有其他 我滑了 還有什麼 有什麼可以補充一下 完成